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Hello 大家好 歡迎大家來到書展的現場 今天在我旁邊 有Kitty Music的Miss Joanne Hello 大家好 Miss Joanne 我知道有很多小朋友 在你那裏學一個音樂 其實學音樂有甚麼好處 其實我相信很多家長 他們都知道學音樂的好處 在我自己的經驗來說 我真的都會見到小朋友學音樂的時候 他們真的可以 除了很多時候一些研究報告 會提高他們的智商之外 我自己都會覺得小朋友 在情商那方面 都可以從音樂那裏培養得到 因為音樂其實是一個很抒發性的一件事 小朋友可以透過音樂去學會怎樣抒發 和表達自己的感情 培養他們的情商是非常之好的 另外學音樂也是可以去訓練到 他們一些手眼協調的能力 他們的認知能力 這些那麼多的好處其實 幫助到小朋友的時候 從而都會提升到他們的自信心 對他們的成長經歷來說 會變得很正面 其實很好 因為很多時候小朋友未必懂得表達自己 但透過音樂他們可以表達多些情緒 但是應該幾多歲開始學呢 我們的小朋友其實很小時候 都會參加我們的音樂班 最小其實是一歲左右 通常都是一歲至四歲的小朋友都會來參加 好開心喔 即是小朋友剛剛懂得走 剛剛懂得說話 就可以一齊來學音樂 其實我會覺得 只要小朋友他有 對外邊的環境的一個認知 已經有一個意識的時候 和他們可能開始要去學習 表達自己的時候 其實就已經是一個適合的年齡去學音樂 這樣小朋友這麼小就來上課 他們有些連幼稚園都還沒回來 那你們會用什麼方法去和他們一起上課呢 那我自己就會覺得 那個方法的採用其實就是很在於 究竟那個小朋友在那個階段 他們的強項是什麼 那在一歲到四歲的小朋友 其實他們這個階段最強的地方 就是去吸收周圍的事物 包括聆聽 所以我們很多時候 教音樂的時候 都會很鼓勵小朋友 要去聆聽那些音樂 然後再教他們 如何表達他們接收到的訊息 或者音樂 那他們的家長 爸爸媽媽會不會一起上課 這個就是一個很debatable的問題 有些家長曾經都會跟老師說 其實小朋友可能他們自己 會反而表現得好些 那有些家長又會很擔心 小朋友不在家長的身邊的時候 會不會覺得沒有安全感呢 那我自己的答案就是 yes or no 意思就是說 就是我們都會很鼓勵 家長和學生一開始的時候 一起來參與 始終一個都是 課室對他們來說是一個新的環境 但是小朋友當他們適應了課室的環境 適應了他們的導師和同學子的時候 也都應該鼓勵他們有一些機會 讓他們可以自己變得獨立一些 那這個情況其實是需要循序漸進去發生的 就不是說一天媽媽和爸爸陪同 第二天媽媽和爸爸上課的時候 下去逛街不是這樣的 那可能是都會 就是老師會去 寫著一些家長 譬如開始的時候 我們會做一些小的活動 就是說小朋友和家長對著 對著來坐 就不是黏著在媽媽那裡坐 來去開始 就是這一小步 就已經可以 給小朋友慢慢慢慢的 去建立那個獨立性 那到他們慢慢適應了之後 我們再去安排 有一些日子 我們會希望小朋友自己來上課 但是爸爸媽媽都要在課室外去支持他們 那這樣逐步逐步來 那小朋友就可以從他們的音樂班裏 都可以學習到一些獨立性 那其實我也很有興趣 你們平時上課是做什麼的呢 那小朋友在這個階段 很多都會是唱誘 去提高他們的興趣 有些律動 去讓他們提高他們的節拍感 那有一些snowledge singing 有一些彈奏不同的樂器活動 但是這些呢 其實我們平時在家都可以做到 平時在家一開音樂 他們都會自己跳舞 會有些律動 那為什麼要來上課呢 那是會有一個分別 很大的分別 就是你上playgroup的時候 你會有一班小朋友 跟你自己的小朋友一起上課 那那個已經是一個很大的不同之處 因為小朋友他在家的時候 他什麼時候唱歌 什麼時候跳舞 是沒有一個限制 但是上課的時候 是會相對來說 那個環境是變得不同了 對著的人也都不同了 有老師 有peer 有自己的同學仔 那他們那個相處方式 跟他們在家裡已經又不一樣了 那另外就是他在課室的時候 有開始有完結 因為好像Mr.Renn 經常都會跟老師 跟學生說 就是說有opening exercise 有closing exercise 讓他們會感受得到 就是說上課的時候 什麼時候是開始 什麼時候是完結 但可能在家裡 他們是比較relax 他們喜歡開心的時候 就唱幾句 興奮的時候就跳 那是不同 就是會有這方面的不同 是喔 那是否就是說 他們去上課 會好過在家裡自己看apps 或者看youtube 那我會這樣說 其實現在很多時候 家長他們都會很concern 一個就是 那個電子奶嘴這個情況 那我自己其實上課的時候 我們都會用到一些 這些媒體這些平台去幫助小朋友去學習 但是這一點是 我們是希望利用這些科技去提升 他的學習的興趣 希望是輔助到他練習的時候 能夠有多一個支持 有一個support 有一個渠道 那就不是依賴下去 所以我就會覺得playgroup 它有它的好處 就是有一個interaction 有一個大家social的環境 而你說是否即使那些app 或者那些channel 完全地不好呢 那我又覺得是看看我們怎樣去利用它 那如果你利用得好的時候 其實你是可以提升到小朋友學習的興趣 那我平時上課的時候 其實很多時候下課 我們都會share 今天學習了的是什麼 可能美食用人會做一些小小的video 去教一些小朋友去怎樣練習 他們可以跟著那個video去唱歌 那其實在家的時候 他們都可以一起去練習 那也是啊 一大群小朋友一起玩 總比自己在家裡只有一個小朋友 那有時候都會給他們一些video 他們回家練習 爹地媽媽又可以一起學習 那真的很開心 是的 已經看到你們的課堂裡面 都有很多一些表演的活動 那表演活動其實對小朋友來說 有什麼重要呢 我們覺得表演活動這個環節 是很重要的 是因為我們都想確保 我們會有一個平台 有一個機會給小朋友 去展現他們的學習成果 讓家長和他們的朋友 都會見到他們努力的成果 去celebrate他們的success 或者我們說celebrate他們的achievement 就算那個目標 只是一個小小的目標都好 其實對小朋友來說 已經是一件很偉大的事 另外就是表演的過程 其實都可以培養到小朋友的自信心 讓他們可以訓練他們 在公開活動的時候 拿一些經驗 和也是一個團隊的合作 因為我們那個表演 很多時候都會找到其他不同的 都是學音樂的小朋友 或者是一些相對來說 有多些經驗的學生去support他們 所以整個經驗 對他們來說 都是一個很豐富的頻道 希望他們都會有所得著 整個過程來說 相信老師一定花了很多心機 在小朋友那裡 難怪我現在三歲人仔 四歲人仔 就可以站在台上這麼大膽 很勇敢地表演 有些家長就會問 其實我之後打算讓他們 學其他樂器 可能是彈琴 或者是學結他 其實很多時候的樂器 紙牌等各樣都會有不同 其實會不會浪費了 這個是一個很好的問題 因為都有家長這樣問我們 我們上課的時候 可能會用電子琴 但可能將來小朋友 他們好像你說 學其他 或者學大提琴 一些不同的樂器 可能他們用到的 手指指法 可能是不同的 那怎麼辦呢 會不會很混亂呢 令到小朋友 其實都不會的 這一個我會說 是一個過程 就好像我們學不同的語言 我舉個例子 我們譬如中文會說一萬 但是英文我們會說 10,000 有時可能我自己 我記得我學習這個數字的時候 我會覺得很混亂 為什麼一萬 但是英文就變成10,000 都會有這些類似的過程 但是當如果老師或者家長 懂得怎樣去幫小朋友 去銜接過來的時候 其實這個過程是可以很順暢地 讓小朋友去學一個新的音樂 這個我覺得不需要太過擔心的 還有除了你說這些叫做基本功之外 其實除了指法上 其實還有很多其他基本功 例如我們的聽力訓練 我們的對接拍感 那個敏銳度 這些全部都是當你去學習音樂的時候 都會接觸到的一些東西 所以我不會怕會浪費 我反而會覺得 越早培養 越早讓小朋友感受得到 其實他們這個訓練 是會更加妥善 我會這樣說 聽到你說這麼多之後 我都很想快點看到你的小朋友的表現 Ms. Joanne 聽說你之後 在9月份的時候 會有一個音樂契約 你可不可以多說一點點 好 我們現在都很積極地籌備 我們來的Summer concert 是9月1日在常華文學中心 我們今次會叫這個 concert 做Kitty in Fairyland 再一次說 就是給一個機會給小朋友 展現他們的學習成果 他們現在都很努力地練習 如果有興趣的小朋友 其實都可以找我們 看看我們可不可以 一起有機會 去變其中一份子 那我為什麼可以有多些資訊 我想知道多些 那你可以看回我們的Facebook Challetissimo 裡面的Kitty Music的課程 我們接下來都會有一些試堂 如果有興趣的家長 或者小朋友 都可以聯絡我們 那今天很感謝Ms. Joanne 來到我們親子頭條接受訪問 都很期待看你的小朋友的表演 謝謝 Thank you 謝謝